關眼針就不是看了不乾淨的東西 可能是那個位置是否不夠清潔 才令到它穀油脂呢 可以這樣說 好像皮膚的毛孔 你為什麼會塞了 就是可能那裡特別油脂分泌得厲害 或者那裡特別髒 或者那裡特別有些東西 令到它容易發炎 但是有些人如果經常都關眼瘡 其實都要小心 就是很少很少人 其實那顆眼瘡是一個 那顆眼瘡來的 又繼續和大家關注雙眼精靈的小秘訣 說明眼精靈除了眼白眼珠都要很漂亮之外 其實整個眼皮都是很關鍵的 不過有時候有些人特別容易生眼瘡 那所謂的眼挑針是怎樣處理呢 那是不是真的因為看了不乾淨的東西而出現呢 那大家不用猜猜了 今天新城健康管家請你 眼科專科醫生陳仲恩醫生 跟我們講解的 Dr.Chan你好 你好 講到生眼挑針 其實在臨床上是否很常見呢 是非常常見 非常常見 是很常見的 眼睛都有油脂線嗎 我們的上下眼皮都有油脂線 上面通常有20至30條的油脂線 下面都是差不多的 每一條線都有一個機會生出眼瘡 因為油脂分泌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分泌在我們的眼水裡來滋潤眼睛 當它的油脂線毛孔堵了 它的油會繼續做出來 它會被在線上 會被移動了一顆瘡 有時候會被移動了線體 油會走出去皮膚 油會刺激發炎反應 令眼睛腫瘡痛更加不舒服 眼瘡是這樣的形成的 其實說生眼挑針不是看過不乾淨的東西 可能是那個位置是否不夠清潔 才令到它穀油脂呢 可以這樣說 好像皮膚的毛孔那樣 你為什麼會塞了 就是油脂分泌得很厲害 或者那裏特別髒 或者那裏特別有些東西 令到它容易發炎 令到腺體腫了 又是關上了口 都會的 那可能與個人體質的關係 其實都會的 有些人例如有皮膚的問題 油性皮膚 或者有些叫玫瑰座瘡病的人 它們的油脂分泌 油脂線特別強 特別旺盛 它就會容易生眼瘡 是 有沒有機會 其實生瘡 例如我們暗瘡 都會說是一些發炎的情況 眼瘡其實都是類似這樣的理論 與細菌又有沒有關係 通常一般的眼瘡 簡單的眼瘡是沒有的 它腫了就算有些痛 少許痛 都沒有細菌感染 所以通常眼瘡不是痛 是不是很舒服的 很稠 好像有些東西在那裏 不是很聚財的感覺 當它變得很痛 很腫 整個眼皮腫起了 通常可能就是我們皮膚的細菌 令到感染了眼瘡 那些就可能要用抗生素去處理 就會很辛苦 你碰下去立即彈起一個病菌 是啊 很幸運 因為其實我記得我十幾年前 我試過生幾次眼瘡 那陣子就生得很密 那時我是戴隱形眼鏡 是戴一年式的那種 然後生完一次之後 可能隔兩個月左右又再生 如是者就反覆三次 結果是看醫生 家庭醫生就說 其實你是不是腹胱有問題 洗得不乾淨 其實會不會是 很多時候都是 個人處理眼部的清潔上出問題 而導致有眼瘡 還是不是的 有一些朋友他特別是高危人士 你都說得對 其實個人護理都很重要 好像你不用臉一樣 十三不錯 這樣而已 眼皮其實是很難洗的 因為我們洗臉的時候 我們閉上眼 我們其實只洗到這裡的眼皮 其實那些油脂肪在哪裡呢 在眼睫毛那些底 就好像你們眼線 女士眼線那些底 所以你清潔的時候 其實是要抹大眼睛 扭起眼皮去清潔那些眼睫毛底 那些毛孔 下面就是拉低去清潔 通常我們就叫病人 可能用棉花球 用一些凍棍水 如果很油性皮膚的人 可以用畢業眼睛的BB洗頭水 然後再抹一抹清潔 它就會容易洗得到 除了清潔方面 有沒有什麼人特別高危人士 剛才說過 例如有玫瑰座瘡的人 或者有油性皮膚的人 會容易有這些眼瘡的出現 當然如果有些人說不夠分 或者是很大壓力 其實都會令到油脂腺分泌失衡 它也會容易有這些情況 明白 不過說真的 我想我去到現在 活了三十多年 我都未試過這樣清潔眼線 不過女士可能好一點 你們有畫眼線 你們會卸妝 可能會卸妝得更細 會卸得更乾淨 不過同一時間 你們又高危一點 因為你們放一些粉 有時更加容易塞 是啊 化妝也是其中一個有機會的原因 如果是這樣 老人家會不會容易有呢 因為老人家經常都見 它會有一些眼膠 好像黏著的樣子 會不會容易一些呢 其實老人家又未必真的 常常有 老人家通常就未必生眼瘡 就是眼皮化驗了一些 因為可能它身體代謝慢一些 油脂分泌沒有那麼多 所以它沒有那麼容易 我很少見老人家生眼瘡 明白 反而見到老人家的眼皮全紅了 因為它是發炎多於生眼瘡 反而年輕人 因為生活緊張不夠睡 而且新人代謝快 容易一些有瘡 所以說到最後都是眼油 油脂分泌的問題 如果真的生眼瘡 可不可以自己 折掉它 因為有暗瘡也可以折掉 或者雖然皮膚科醫生也不建議 是啊 沒錯 當然眼皮醫生也不建議 那應該怎麼處理呢 因為你擠的過程 你不只擠出來 會擠到別的位置 它便將油擴散到皮膚其他位置 便更重 有這樣的機會 通常我們便會建議用 撈雞蛋的方法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用熱的雞蛋或是匙羹 令到那個地方血液循環好一點 讓白血球帶走油份 又或者那個熱力 可以令到油份由固態變造 比較液態 讓它容易一些吸收 但是當然 為什麼你的瘡很大顆 雞蛋那麼大顆呢 你是敷多少敷不走呢 那些就可能要做一個小手術去拿走它 即是要割眼瘡 我猜不到即是敷雞蛋是可以的 我以為是撞瘀了才行 我都試過生眼瘡 當你發覺有些不妥有些東西的時候 你敷就最後用 通常敷一兩天就可以了 是的 還有眼瘡有沒有說在外面生 還是在裡面生 我有個侄女 有一次 她的眼瘡是生在下眼簾的裡面 其實通常眼瘡其實是生在裡面的 因為我們講的臉板線 其實是在眼皮裡面的 理論上我們眼挑針 就不是真的那些眼瘡來的 眼挑針是我們眼皮的眼睫毛 那些毛囊 那些油脂線 那些生出來的瘡就叫做眼挑針 所以以前為什麼叫眼挑針 就是因為那顆瘡會有一條毛在那裡 那你假設拔走那條毛 那些油出來是會好回來的 是是這樣說的 但是眼挑針其實我們都叫眼瘡 所以有些眼瘡是出一點 有些眼瘡是入一點是正常的 原來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去到這個時候才知道 原來眼瘡和眼挑針 可能是兩樣東西來的 有機會是 眼瘡是蓋過了所有的東西 但是有什麼情況是一個嚴重到 要找醫生 眼科醫生 去處理那個眼瘡 或者眼挑針問題呢 可能當你熱敷了兩三天 你都發覺不太好 或者變得很痛 或者很腫 那其實是最好看醫生的 因為其實 當然不一定要做手術 可能我們都會開 醫生都會開一些藥給你 通常我們開一些藥膏 例如藥水或者藥膏 它會有些抗生素 或者有些濾冠 令到殺菌和鎮症 就試一下看看行不行 如果真的一來到 發覺很大粒 谷度快爆 可能我們會建議 用手術的方法去放了這些藥膏 雖然聽起來很恐怖 其實也不是真的很恐怖 你什麼都說不恐怖的 因為經常見 但是其實我們打麻醉藥的 打完之後 其實我們會在眼皮底做的 我們很少會在表面做的 除非粒瘡是在表面 為什麼為止眼皮底 就是掀開 下眼鏈或者上眼鏈 是的 我們有一個儀器可以放進去 然後將眼皮屈上來 這樣就看到眼皮底 在眼皮底那裡 剛剛對證那顆倉底 就放了一刀大概一毫米左右 一至兩毫米 很少而已 然後那些籠子就走出來 還有我們有一個儀器 將裡面的污衣物拿走 拿走完之後 其實有時有些醫生 他們會選擇 可能將傷害衝一衝抗生素 或者衝一衝抗類固醇 就會令到 快點殺菌或者快點消炎 是的 你又是說得很輕鬆 但我想病人本身應該都會挺緊張的 因為他是全程看到你 是的 一般來說 如果成年人很少都需要睡覺 或者全身麻醉 真的很少 通常都頂得住 小朋友就難一點 小朋友就通常真的要睡覺做 是的 我想問麻醉針大變度 是在眼皮上打的 眼皮上打 即在圍著粒瘡的位置 讓它旁邊的皮膚沒有了感覺 是的 通常打針的時候 是比較痛的時候 因為那些藥沒有開始作用 但打了下去 其實病人的感覺不算太差 明白明白 這個 我也第一次聽 原來挑眼瘡是這樣做的 有些心理準備 因為始終 我想大家都有機會會面對這個情況 但是你剛才說 有機會要做手術 做完手術之後 是不是都要塗一些東西 或者滴一些眼藥水 之後的後續去護理呢 通常我們如果傷害在裡面 我們就會滴藥水 如果傷害在外面 就會塗藥膏 有時候如果一個患者 他不是經常滴到藥水 可能會被藥膏去塗 因為藥膏 就可以留在眼睛內一點 不過藥膏的好處 留在眼睛內一點 不過它的不好處就比較難塗 還有它會蒙了 塗完之後 突然看到蒙了 是啊 正正就是這個問題 我也想問 我以前試過因為眼瘡塗藥膏 然後我是不可以自己下手 覺得好像很難入手 有沒有什麼辦法 令到我們容易一些呢 其實塗藥膏也是洗手 然後確實是你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乾淨的棉花棒 即是擠一顆豆的尺寸 放進去 然後又是拉低下臉 然後將它塗進去 然後閉上眼睛就完成 塗進去下臉的袋子裡 即是不用塗在橫柱上 不用的 因為你閉上眼睛 其實它會分佈在你的眼睛 所以你塗在上面 你不用專心拉起上眼睛 不用了 哦 除非塗在皮膚上 即是表面皮膚這些 表面皮膚就不怕了 是的 是的 那需要不需要按住哪裏 因為滴眼藥水 你上次說要按住那個洞 眼睛就少一些 因為它那麼濃稠 它很少會那麼快離開 難道它留下整個洞 你按著整個洞 那不行 這樣就很辛苦 所以通常藥膏就不用了 最好其實塗眼睛的時間 可能是晚上淋睡之前 是的 有時候我們藥水就用 晚上就塗藥膏 我想問了 眼挑針或者眼瘡 我自己也試過經常復發 後來找到一個原因 原來我換了一個生活習慣 就是轉了一個隱形眼鏡 就可以處理得到 除了這個情況之外 就是經常復發的朋友 除了這個情況之外 還有什麼日常的心得 給大家不要經常復發呢 眼瘡的問題 其實主要都是清潔 就是有時候 可能每日都清潔了 眼皮都已經很足夠 而且有些人有眼皮炎 也會容易生眼瘡 什麼眼皮炎 就是眼皮會發炎 眼皮發炎 通常就是油脂線 它出得不好 油漬在這裡 因為我們皮膚很多 那些滿蟲 就是小蟲 它看到油很開心 好像開大餐 開大餐 它會用你的油去分泌一些化合物質 它就會刺激到你的眼皮 就會發炎 你的眼皮就會紅膨膨的 而且那些人很容易生眼瘡 其實有些方法是可以令到一些滿蟲少一些的 就是用一些茶樹油的方法 醫生可以用一些比較高濃度的茶樹油 幫患者清潔眼皮 令到他的滿蟲少一些 眼皮炎的機會又少一些 另外就是坊間都可以賣一些清潔眼皮的紙 它可以用來抹自己 可能患者每天都抹一次 只是臨份前抹一抹 可能已經都可以幫到手 這些就是可以預防的方法 但是有些人如果經常都生眼瘡 其實都要小心 很少很少人 其實那顆眼瘡是一個癌症病變 因為我們的油脂線體 其實都可以有癌症病變 很少會發生的 但是如果真的經常都同一個位生眼瘡 整體都戒過幾次都不好 而那些組織可能有些癌癌癌癌癌癌癌 眼睫毛藥痠 或者一些不正常的血管出現 其實要看眼科醫生 可能要做一些活體檢查 就是去檢查 抽一些組織 對 拿一些組織 看看究竟它有沒有病變 雖然很少機會是 但也會有 不過其實我想 有不舒服 其實生眼瘡 大家最好都不要 只是想著自己處理就算了 是 可能看醫生也是安全 尤其是經常復發的朋友 是 今天多謝Tommy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所以大家記得 看東西也要看真些 摸東西也要摸乾淨些 不要納亂擦眼睛 多謝你